《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正经,冯志正》 欢迎回到今天的坚尼地正经 在我身边很久之前,应该三个月之前,有上过来,就是我们名店的中高层,也不是中高层,现在变成高层了,高层的MIDI 又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半年之前,我们和MIDI 谈论逆后复苏,究竟名店的销售如何,会不会回来 你现在贵为高层,高层MIDI,现在复活节了,生活如何,是不是很忙碌地买东西 我也很想忙碌地买东西,首先本身复活节就不是内地人的假,是香港人放假,所以内地人就没什么 加上就是本身我们那个人流都是没有回来的,基本上 当然不是说是没有这个人流的数量,是说是我们,譬如一百个人,以前你会继续到可能五十万生意 五十万生一个月还是多?一个月多,就是你当吧,你当吧,那个BENCH MARK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可能一百个人进来,那可能你十几二十万都已经很多了,那天已经是幸运了 那变成你是每一个客户的消费,平均消费已经是低了 那所以无论我的人流多少,其实不是特别很大的帮助 当然如果只是针对复活节的话就更少了,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内地人假期 其实内地人如果大家要去展望什么时候才会有再多多人 内地人来香港就应该是五一了,要去到 五一这些,我们展望将来,这些是明天会更好 但是过去这半年了,一开始提一天,我记得前几个月开关的时候 你上来一起分享的时候,就看到内地销售是差的 香港的客户就去了外面,在别人的帳户也看到他在外面买货 现在呢?现在也过了差不多逆后复苏,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应该可以变回常态 内地那些名店,内地那些出名太太的客户,会不会下回来香港呢? 除了复活节以外,在过去之前 还有香港的客户是否都终于回来了?回流了? 受不了外国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内地的富豪有没有回来? 有部份回来的 但是你问是否很多,我想是三四十个%左右 如果跟我自己公司的client base的话 那些原本就一年都已经买够二十多万的人 有四十个%左右是有真的回来帮你买的 我先不要论他买多少先 但是他最少有回来 但是你说的如果是我们香港自己本地的回来呢? 那这个就少很多了,就可能只有二十个%是有回来的 首先第一就是旅行仍然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譬如你现在日本纸水或者欧洲纸水 真的那个退税率加上率真的很帥 变成了他在那边买完 回来就很难再帮你买一个好的数据 甚至乎我们现在发现就是 因为很多公司都三四月左右 那就会去做一年的连结的 什么叫连结呢? 就是我们看有多少客人retention 就是多少人回来 其实我们local如果真真正正过往 譬如一年买到三四次东西的人 今年都回不来的 其实真的有些店铺是做到40%retention rate 已经很厉害的了 其实大部分都是二三十个% 但是你说回这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再一次 有些可能是新听众 听Midi 说话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找Midi 上来 还有为什么要看名店销售呢? 其中一件事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的经济支柱在于中产 Midi 最划算的地方 就是它只是看着中产 我们这些买开Unicle 我是不会走去Midi 店铺 走到外面我当看不到 但是我们中产人士 其实他们正正就是照着这一批客人 他们去了哪里 就可以说金钱去了哪里 但是刚才你说的retention rate 那个位置 我有少少听明白 平时我们的意思是怎样 有没有 paji ca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是否一本带有衣服 就会聚集合制 张生里太 里太里妻夫 She line 正就是李妻夫 escapes�DAY 今年没有出现的 就是差不多了 一所公司一定有个系统 就是从她公司开闸纸纸开始 通常去年 coming 所谓retention rate 就是她原来 原来的 уже没有回到 你的 criterion book Ora 出现的客人 今年又没有回来 正常人都不会回来的 我一世人都去过一次20万年买东西 这个就是文化猜疑 你知道香港人如果去到 都中产或以上的基准的话 的确可能会有 譬如一季买一次状况 我们如果 我们讲的 COVID前 如果那个地区一年 可能买到两至三次 因为有些契机的 譬如你预生日 anniversary 再加圣诞 通常我们平均都说 一个地区三次左右 加上第一次买 如果他第二年 譬如你的同事有真的和他 保持良好关系 他一样继续生日anniversary 再加圣诞帮你买 那你retention rate就有三次了 第二年 但是你这样一年要买三次 有什么是同一个品牌要买三次 这么离谱 这个就看同事的功力了 你有很多原因的 譬如可能有新货 有些可能是真的喜欢这个品牌 譬如好像Seline那些都很多 譬如喜欢某一个设计者 他真的整个设计者的collection 他会真的很想买 又有些譬如好像Itsumiaki那样 那有些客人是我 譬如我身形 我就是喜欢穿这个style的了 那可能真的一年都会买到几次 都不出奇的 中产生活 我只是回答我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 和我们的数据是这样的 那当然内地人可能也会有分别的 可能内地人有机会就跟我们River不同的 内地人就譬如即使一个熟客 他可能不是平均一年来买多少的 可能他差不多圣诞和新年突然间那三个月 每个月来一至两次 这样都不出奇的 因为他要预备圣诞节 和预备新年的送礼 那有机会通常这几个月 只有我们黄金时间去捉这些客户的retenition 甚至乎是要拿新客户的 我还要举手问问题 来不来买东西是我走不走去 我上次用我买Amani的经历 是纯粹我去到意大利见到他减价 因为刚刚搞完Fashion Week 他是六折 那时候抵到六折出来退完税 是只剩下五折 那当然是我们这些这么便宜的 当然是去买的 对的是应该的 因为事实上是最划算的 对的 但售客是没有P了任何东西 没有Lobby任何东西 因为刚好我在意大利旅行 我就去买 但是现在你现在看到一批内地客 你难道真的打电话上去 又或者他 warm call 她 喂 陈太太你是时候下来了 香港开了关 由志及兴 这个真的是 warm call 真的吗 这个就要说 我经常以为大家会很理解这件事 其实在luxury brain的世界 我认为我们说照顾客是真的在照顾的 如果用另一个比较相近的一个行业 就是在做陪酒 就是你要叫客户回来 我们真的叫客户回来 如果你说技巧就不在这里说了 但是大部分譬如客户第一次来买 买完之后 其实你买完那一天或者几天 其实他已经会开始跟你做接触的了 接触完就开始不停留一条尾 可能预计你很快回来的 我们说的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一年可能预计你几次回来 那就不停跟你聊聊天 去挖掘你的需要 到客人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记得那个销售 甚至乎销售是主动去挖起他的需要 譬如说买同装 那你当然计定了 那小朋友现在六岁 那去到九月需不需要interview 可能六七月已经问好他 需不需要interview学校 有没有生日会要去 那就再介绍东西给他 那这个都是一直做的事 你真是很煩 所以你问是否是温热召 是绝对温热召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我太太会收到这么多信息 这么多东西要回覆 原来就是你们 没错 那我下次博弃他们才看 浪费了所有钱 这个也没办法 被vlog都是做明点销售 整天都有 这个就要说同事的技巧 怎样可以令到客人不vlog你 那对了 虽然我本身今天想问一下 这些倒闭结业 又或者香港销售 但我也不难不去问一问 政治问题 请问你们 召唤内地客人过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一下 香港现在由自及兴 我们有日夜纷纷 不如过来一起玩一下 我们这个深水埗光剑攻略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理由 你不是真的介绍给他的 通常我们经常说 比如你召唤客这个 这个是一个开头来的 你不是期望客人会走去和你隔剑 那你只是譬如你知道有些客人 你现在名店可能会有几批客人 那我们印象中的名店就可能是阔带 那但是可能有些是可能就是富二代 又或者来打卡的 但是他有少少钱的 就是买得一两件T恤 或者一两个袋这样的 那这些人不是你又可以 就是要跟他说 有打卡的地方 你会不会最近下来 尤其譬如广州 浙江这些比较近 高铁容易下来 我们叫两个小时生户圈那些 这些是最好做的 但如果你说说可能重庆 我已经去到四川 就是黑龙江那边 就没办法用这个招数 但是不要紧要 所以看地区 你都叫做召唤了他们 近期都召唤了这班人 但是现在我们香港的名店销售 就是像你刚才说了 复节就回不了 但是一年上下 譬如你看現在香港主要的兩大商場 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兩大呢 一個就是海港城那個左頭附近 另一個就是K11Milcea 另外第三或者PP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大的銷售點來的 PP還是還是 如果你說這三大商場 PP就是由本地為主 或者真的都叫好商務的內地客 外國客人就會去PP 我們經常說PP是全錢來的 總之是舊有的錢 可能她爸爸媽媽有錢 她到她第三代都是有錢的 又或者是她自己白手興家的 通常都是PP的 如果是OCE就真的 基本上八九十個百分之都是貿易來的 就是Travelers 就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我看小紅書的 那都是會過來的 OCE就是海港城 Ocean Center 那就是因為那個辣商場 其實小紅書基本上你介紹的香港就是不得不去的 那是品牌集中地 那K11Milcea應該是這幾年輕的 那它就 就是主要目的就是應該是想游合了海港城 N打卡位的K11Milcea 那很多客人去K11Milcea都是為了打卡的 那是順手買東西的 那你見我們叫名店三中箱呢 那都是放了少少東西進去 就是比如LV和Gucci才知道 LV應該還沒開 Gucci就是整間在這裡 Chanel就只是賣鞋 那LV就有之前有說過要進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進去 那就是這幾間 那所以它有名店 但是不是特別多 因為都是以打卡為主 還有一間我記得是IFC在香港 即是說到 IFC就真的這幾年 我想是由COVID之前疲弱到現在 IFC真的 IFC不是名店 剛才說的商場那些 真是商場 但是IFC不是我們金融中心 那些傘傘去買東西的地方來的嗎 就是 如果你用實質數字去看 其實IFC甚至乎中環Landmark店 已經不是每個品牌 都還可以回到以前的水位 其實中環IFC以前是在做類似K11的客人 那當然有兩個問題 令到IFC是有一點 它還沒去到沒落的 因為還有很多人 就是它要 因為IFC你最主要做 就是除了中上環班人之外 就是四季的客人 因為它旁邊就是四季 那問題就是 你四季的客人 其實最多就是外國過來 開會啊這些的客人 那這些客人如果你都一間 一間小小的 就是一間酒店 其實真的未必好像PP 那麼著數 如果它在PP 它有三四間酒店 還有一間小小的房子 其實如果是商務客人 PP已經拿了你的客人 那第二 如果我是一個很老錢 幾代人都買東西 譬如要方便的話 其實又可能走了去香港 Landmark 太子大廈 Essandra House 那些 你講開Landmark 有一個我真的不明白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 走開Landmark 比較害怕的位置 為什麼Helphynicals 是可以倒閉的 Helphynicals的倒閉 應該是香港 Luxury Brand 即那個叫Fashion 的生態抹落的問題 其實以前 譬如一些新興的品牌 或者新興的Fashion 如果你們以前在哪裡 接收到呢 其實是在連卡佛 是啊 如果要講Helphynicals 就不得不講連卡佛 其實是 因為連卡佛 過隔了幾年 譬如有IT Essu 那些 他們都是嘗試去做 這個潮流的正燈 那就變成了 令到那個生態就開始變化了 因為以前 譬如你現在講的 Alexander McQueen Alexander Wann 或者你現在看到的Cancel 這些潮牌 其實以前都在連卡佛裡面開店 其實 但是反過來現在 新興的品牌 還需不需要 透過連卡佛去 去show他自己呢 自從社交媒體幫到手 YouTube幫到手 其實已經不需要特別去找一個 集中地去幫他做銷售了 所以Helphynicals 作為一間百貨公司 就沒有了他的定位了 沒有了定位的了 其實你要什麼定位 其實去到這幾年 Helphynicals 是連卡佛都抄不到 已經 他以前是會有 他抄足的 以前連卡佛請stylist 他又請stylist 以前連卡佛做concierge 他又做concierge 他基本上是抄到足的 但是他發現都沒有辦法 現在真的 這些客人去你的百貨公司買 一個品牌又不會特別便宜了 而你的款又比專門店少 那我還會去你買呢 所以Helphynicals 可以說是今次結業倒閉 關注了會關注的地方 但其實跟我們的大小 整個香港經濟無關 多少少都是經濟問題 他自己經營問題 是的 他經營沒有轉型 去到這裏就要問一下 零售業其實我知道 在網上說到 零售業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網上說到 但是在你真實中 看到的數字也好 又或者你看到的感覺也好 剛才我們說過幾大商場 all money也好 或者是一些 新來港的 即使是遊客少了 錢少了 但不要緊 我們香港還有all money 我們在PP也好 在Landmarks也好 那個銷售會不會回到以前那樣 未完全足夠的 但如果有一件事是對的 就是 你說復甦得比較快的 的確是 我目前看到的數字就是 PP 就是PP 港島區 銅鑼灣區 是容易回來的 因為 譬如我 中間 即使去旅行 但這些客人是會回來 開關之後 會回來買東西 還有我經常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今次看到 那個劫業倒閉潮 尤其是零售業 在這個餐廳 是很嚴重的 但是餐廳 近來我們也有一個趨勢 我開始覺得有擔心 就是連米芝蓮的餐廳 都開始結業 有一間 其實我是上三個月 我就是在蘭桂坊大廈 吃了一間德國菜 其實真的挺不錯的 德國菜 但是德國菜以前那間餐廳 是專門做一些中產以上的人士 那時候我們純粹慶祝去吃 都是朋友好好地請我去吃 但是我們整晚只有一台 我聽聞近來都經營有點困難 如果餐廳中高產都開始收拾的時候 名店在這個浪潮底下能撐不撐到的 我只可以回答我們不是完全靠 跟米芝蓮不是一個完全是貼著的關係 但是你問會不會有影響 一定會有的 譬如說 你的商場有一兩間米芝蓮的店 變成我做過有錢人 我要去吃飯 我可能就在整個商場搞定 無論買東西 以前的有錢人很流行的 我要去吃飯 我訂了一間餐廳 可能我會事先準備 你訂一間禮物去給朋友 就是我和朋友吃飯的話 那便會在商場買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一間餐廳 那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就是一這些客人可能 就未必會在你那裡買東西 就去了第二道有餐廳的地方 才去買禮物 第二可能會發生的就是 你的客人 除非你有其他的 就是你的商場有其他餐廳 會吸引回去 如果不是就是會令到你的商場 有機會的客人就是會增加了 譬如你IFC和PP 為什麼你租的客人 都是比較好的花費呢 除了因為地域環境那些人住之外 是因為你的餐廳本身的花費是夠高的 就是如果我在裡面 我在IFC 我如果作為一個平民 我只能夠去找麥當勞來吃 可能是 那你都不會在商場太久了 其實 但如果不是我本身就是一個吃米芝蓮的人 我在商場相對來說 我就會吃完飯之後再繞個圈 我再去看一場戲也好 什麼都好 就會stay了我這些人在那裡 如果反過來 我家餐廳是便宜的 就是那家餐廳是便宜的 那我終於明白為什麼Landmark在香港 這麼得天獨口 你想想Landmark裡面有兩三間米芝蓮 你不要說去路巴桑 我走遠一點 我去旁邊M.O.Amber 我去Amber 我去Amber之前 我就要過來Landmark 繞個圈 買一點點東西就上Amber 還要Amber旁邊開了一間Zoom 還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餐前喝酒 吃到你一層 對 Amber就是想吃這一層 Zoom就是想吃Amber前一層的餐前酒 所以整班其實就是一個生態鏈 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生態鏈 尤其是中高價的生態鏈 是開始打爛 但學你們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Luxury Brand本身是可以獨立特行 過往是不論外面是差還是好 我有個袋只有我家可以 只有我家店可以買到 你要那些什麼 M.S.那些 我也不知道 有個人名的 總之都不知道是誰 Furken Kally 我不知道是Amy 還是Billy 那些包包只有我家有 你無論如何都要過來買 現在這個情況下 在現在香港經濟環境 有沒有很重大的影響 的確如果你去到某些很厲害的 Luxury Brand的話 本身受影響是比較少的 所以為什麼 Hermes還可以向自己 每一個員工派發 commission 就是這樣 就是它繼續賺錢 基本上 因為那些人仍然都是那些人 除非你來一個雷曼 那些人的錢會受影響 那些人真的會受到Hermes 但對Hermes來說 就是全世界有錢的人 就會去買Hermes 我唯一條數 都是那些人會去買東西 Hermes你不可以用它來做特例 Hermes是會員制的 就是配貨制度 理論上它是會員制 它沒有說 它沒有說自己是會員制的 它不認的 不是的嗎? 那你剛才那些Amy Berkley 不是要買Peter仔才買回去嗎? 大家都知道它的遊戲是這樣玩 但它不會跟你說 是嗎? 如果你走進去去問Hermes的職員 它是不會告訴你是會員制的 那是要怎麼說的? 我要買Berkley 它有它一套話術 你跟它說 其實我們的袋子都是要等的 所以其實不如先看我們其他東西 例如這個Scarp很適合你 這個手錶很適合你 這個杯很適合你 會這樣跟你說的 通常女士們就會心急地問 我們要買多少次啊? 如果我看國家的 有些國家 例如我們的強大的祖國 它就會講得明白給你聽的 我知道 它們的文化是講得明白給你聽的 袋子是多少錢 你就大約是多少錢就可以了 但是比如說香港 我們比較害羞的地區 甚至乎這一句都不會說的 大約是告訴你 我袋子多少錢 你就買多少次 簡單來說 我的袋子就加倍了 你就買多少錢 對啊 這個是Hermes的做法 那就是加倍了 你剛才說的那些Berkeley 是多少錢的 好像不是五位數 Berkeley是百萬多 最便宜的百萬多 哦 差不多埋近九萬左右 就變成18萬多 就是加倍了 是的 所以米蘭站可以開到整個街 但是你先不要計算那間 那間是特別壞的 搞一些不是會員制的會員制 而且反映不到市道 因為 是反映到事實的 是啊 不計算那間 我計算其他名店 就是你由可能中價一點的 去到那些Celine 去到高價一點點的 那這個整個疫潮底下 或者這個經濟環境底下 會不會對這些名店是有影響的 一定有的 就是你怎樣都有影響的 這些時間 因為你當那個 你撿那些食肆倒閉的時候 你是會很影響那個地區的人流 就是譬如我本身來吃這間餐廳 或者這幾間餐廳 但是你沒有了 那變成你不會特意來這個區 就是為了買個袋 那除非你今天問題就是 香港有這麼多的商場 那我不一定要去你這裏 變成 那變成就會有些機會 就是以後可能某些錢 就是講的某些名店的錢 只會集中在某幾個區的店裡 而其他區就吃谷種 可能會 所以學者這樣講的話 我們會不會有一些名店 雖然整體銷售量可能跌了 但是不是跌很多 但是會有一些名店 可能在偏遠地區那些就要倒閉了 或者不是那麼旺場 沒錯 你說的IFC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IFC首先附近已經是沒有特別的景點了 是呀 PP你是去山頂 PP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IFC是沒有的 你現在還要給西九得住 Elements旁邊 其實Elements都不是叫做最好賺 已經對比以前剛剛開高鐵已經差很多了 但至少還有西九 他現在建了一條橋去公園那裡 商場還有一些商場 對呀 你這樣說就明白 因為我每一次走過商場 我走Landmark 除非我要有一間餐廳去吃 因為有一間泰國菜我以前經常去吃 那我就會走過IFC 但如果我不吃那間泰國菜 基本上我是沒有進過IFC 是啊 對呀 這個就是對 因為你不會有東西驅使你去IFC 而且它是遠的 它泊車又貴 所以我開始明白 為何IFC有這麼多名店倒閉 這個我永遠解釋不到 因為我每次走去IFC 地下那層都可以轉幾間 我忘記了德銀Waffle還在那裡 好像都沒有了 是啊 這幾年都轉得很離譜 所以是商場經營不善 可以這樣說 應該說是 最初他是對的 因為他是香港站隊上 其實本身是想 我覺得他最初是想捉 那些港島區去機場的人流 以前我們有很多人去搭機鐵去機場 以及反過來 因為機鐵回來香港半個小時 是啊 其實本身是應該捉這些人流的 問題就是你外國旅客少了 內地旅客又不一定要搭飛機來 那我搭飛機來了 又不一定要去IFC 我比較重點 可能就跑去海港城了 那變成你IFC就兩頭不到岸了 其實唯一可以解救IFC的方法 就是你AIA那個摩天輪位 有些長期的東西放在那裡 是啊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你唯一解救 下面有一個離境 不知什麼便捷中心 總之以前我們在IFC下面 那些都收拾了 我也明白 他們說機場沒有人 所以那裡只剩下國題 所以 為什麼IFC的結業潮就是這樣 原來 它的結業潮不是這幾年的 其實反過來 IFC的 我們不能說是沒落的 低潮期不是因為這幾年 甚至不是COVID的 我記得COVID前 已經有很多品牌 曾經說要撤出IFC 是啊 因為我太太經常跟我說 IFC的東西不齊 不知為什麼 她作為一間IFC也不齊 因為問題就是 你做零售 或者做 不要說明怎樣做零售 很簡單 就是那個區買得到 我才會放現貨給你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 終於明白 摸索一下這條路 但是我們 待會回來 我們也要講一講 不單是講香港內部競爭 我們看到 香港的商場已經互鬥 難怪外面的街鋪死了 你商場自己都可以有淘汰的時候 難商場都可以出事 但是先問 這個可能是講結業撿戶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租金對於你們來講 影響大不大 即是商場租金 即是大 嘗試減租 就立即起回家 目標真的小很多 但是先問一個無聊問題 以前我記得在波斯庫街 又或者在銅鑼灣 有些街鋪 名店都會下街鋪 為什麼現在這一輪不下街鋪 我看到有幾間變成天上野 然後英王有一間中標 不知道變成了梁頌飯還是什麼 即是在銅鑼灣 其實如果你留意 這個狀況是COVID已經發生了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 COVID告訴很多名店知道 我靠著商場是有好處的 是嗎 為什麼呢 你有什麼事 商場會幫你做公司 去租人樓嗎 不用你自己做 哦 這樣可以解釋到 因為商場是一個集合行動 解釋一個個案給你聽 有個個案給你聽 Dior在北京本身有一間三層樓高的店 他不是不賺錢的 這間店是賺錢的 但是他也要回到海港城 我現在最終 所以原因就是 因為有什麼事 就要求近海港城 但是北京和海港城 只差一條街 你不要裝了東西 是啊 你想想 我在海港城 人家送QPON 我可以用到 是啊 是啊 所以要賺QPON 但是你北京都行不行 你可以做一個這樣的QPON 不行 我海港城是跟狗倉的 有沒有所謂 他們要做幾個商場一起做 他IFC加TIME SQUARE 三家一起做 還不著數過你對面北京都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 那些名店在店鋪在街面倒閉 反而有些街的很貴的店 那些店以前可能是大品牌 都突然間收回到商場裏面 是啊 你看到一百八一 就收拾到 基本上就沒有了 這個是另一個 我們不能夠談的死場 這個是 不能夠再談及 是啊 因為一來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做得挺漂亮的 古蹟做得很好 其實我很喜歡一百八一 但是實在有太多間 好的我喜歡的店鋪 在一百八一已經結業了 譬如以前一開始的梵高餐廳 都不差 梵高餐廳好像熬了兩年 已經頂不住了 有沒有兩年梵高餐廳 我都忘記了 這個是很差的 還有一百八一有一個 不能夠說的好處 就是他裏面有一間酒吧 長期沒有人 這個是問題 長期沒有人 我很喜歡約人去那間酒吧 長期沒有人 因為那間酒吧 所以他給酒是給得很寬鬆的 這是問題的 這間酒吧是有人 你才可以翻桌 你長期沒有人 你整晚只有一張桌 而且那間酒吧 我猜是那間酒吧 我猜是那間古蹟還是酒店 所以你長期去喝東西 又不用訂位 你叫他 其實他又很疏爽地給多一點點 那間酒吧 其實這間酒吧很划算 沒什麼人知道 好像沒有了 應該還在這裏 不知道在疫情之後會不會收拾 但是應該還在這裏 講完香港的內部競爭問題 講回外國競爭 我們現在看到最大的競爭 就是新加坡 然後在名店區 其實還有海南島等等 對於你來說 三亞 對於你來說 你覺得在香港的名店 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哪裏 我覺得 怎樣都比不過日本 咦?日本是名店 我們是日本賣名店的嗎? 我不是抽業員而已嗎? 你問一些女生 在日本會買 Chanel、Dior、Hermes 因為紫水好嘛 加上日本的顏色 或者日本的款式是漂亮的 日本是亞洲其中一個 不算香港另一個國家 買得很齊的一個地區 你問三亞和海南島 我覺得三亞和海南 反而對澳門的客客最有影響 根據我的研究 因為澳門內地客 內地客多 還有很多常客來賭錢 所以影響是在這些客人身上的 因為這些客人 跟老婆去三亞買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退稅額 Richis這個退稅額也挺帥 或者海南的 海南也是在做退稅額 再幫他找回大陸 這個服務實在是沒得比的 但這個位置就是挑戰澳門市場 你看到海南一出澳門市場那邊一跌 澳門真的馬上跌 三亞開刀是馬上跌 香港反而是少被人問的 為什麼呢 我以為三亞是一定挑戰港澳 還有港澳應該一起死的 為什麼澳門受不了 但是香港你受不了 我想這個是根深蒂固 我自己覺得是根深蒂固的客人 對香港那個名店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因為內地客有時候來香港買名店 除了是真的便宜一點點之外 有時候你現在是便宜幾百元而已 但是內地客都願意買的 有時候是那個服務質素的 阿姐 阿姐 阿Midi姐 請問你們有什麼服務 不是只是一個袋子嗎 你們不會幫他打骨 不是不是 比如可能對內地客人來說 after sale service 都是香港做得好些 至少他們過往我們 譬如說去幫他們改衣服 他們知道香港一定肯改 譬如你的袋壞了 他知道回來找香港的店 他一定負責 是嗎 是的 是的 我們周不時聽到就是 買了一個袋子之後 我們問客人 客人很流行問的 內地包不包嗎 我們說內地專門店 你可以找回他 接著他的客人都耍手 算了不要緊 我下次回來香港找你們 明明是同一間專門店 其實他也要回來找你 所以服務真的好些 我聽聞也是 因為我有個小錢包 花了一點點 我記得那次我太太去選東西 然後他也幫我做好銀包 我覺得挺好的 是的 香港人很多 香港的銀行經常都不抵得頸 口袋就說不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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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見到又會幫客人抹一下 那些巾起毛粒也會幫他做一下 這樣 那這個都是香港的銀行經常 因為我那個銀行經常很便宜 不過問題就是 不知為何放在袋子裡 放到花了 然後他又真的抵不住 不如我幫他抹兩下 這個很明顯是抵不住的 那個店 我懷疑他是抵不住 這個銀包又不是我選的 我太太選的 幾年前買下 他會覺得 我們這間公司很好的銀包 還要特別顏色 為何你可以用到這麼慘 對呀你都搞到這樣 你都可以用到這樣的樣子 對呀 所以就變成了 他真是後來銀行 我當三亞就抵了澳門 但剛才你說另一個地方 我以為是新加坡會吃掉我們市場 竟然是日本 為何是 新加坡是難一點的 因為新加坡 首先我們問過一些客人 其實首先 很少去新加坡 現在有賭業可能好一點 但不是沒有 首先應該我們要多謝澳門 澳門的配套 無論酒店賭場吃東西 加來香港回大陸的交通 是做得很完善的所有配套 所以現在我們的內地客 基本上就是去了澳門 來香港再回大陸又或者調轉 其實新加坡做不到這件事的原因 就是除非你能夠兩個小時內 可以給個常規的賭客走進去 賭錢買東西吃東西 然後再住進去 這個新加坡暫時還沒有追到澳門 澳門是我見過的 無論賭場 食品質素和住屋 都是超過價 而且做得不好的地方 它是超過價 你賭客不算這些 賭客是送的 它的酒店房 還有內地客根本上已經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護照 所以我們出境方便些 它那個港澳簽證 沒錯 它又沒有這麼 加上很多我看香港的客人 都很少去新加坡 反過來我到昨天 都還是見到很多新加坡的客人來香港 有什麼很值得來呢 是嗎 他們是經常來香港的 我們是有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 是不是對 都還是5至6 應該沒有特別升的這個數字 但是我記得我們的 Kindbase 裏面還有5至6% 是平常的 新加坡來香港的 即是可能公幹來買包包的 是的 純手買的 它是平常的 我們在 我見過好幾個品牌 機場那間店 有很多新加坡客 那先不說這一部分 簡單來說 新加坡也不是我們的對手 但是日本 你去到日本 如果日本真的有名店買 這個真的我不知道 因為我去日本 我以為日本是說一些文化深度游 還想清淡一點 沒有想去行榮點 但是你這樣說的話 我們是輸硬的 日本紫水已經便宜了 是的 還有人家周圍都是勾力 是的 我們怎樣比日本 如果日本是這麼大的競生對手 連香港也會害怕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人去日本旅行 是快要回去 好像我們疫情之前那樣 現在只差在機票還沒跌下去 如果機票跌下去的話 是的 我們就是週末去日本旅行 是的 差不多了 已經 我們本地最大的對手 現在一直都是日本 哇 那 相差多遠 即是它回到以前的老對手 還是其實已經超越了過去 我們銷售的百分比 嗯 你在說受到日本影響嗎 還是你說日本便宜多少 受到日本影響 至今 是不是 你不是說10個地區裡 有大約4-5個客人都會跟你說 我在日本有沒有這個款 然後你就很灰地跟他們說 有 不過你可不可以計算下我的金額嗎 不會這樣 當然跟他們說未必有的 真是誰 都檢查不到大家 你當然是這麼說的 難道不做生意嗎 難道 但是你去到日本 那如果用這個角度看 那日本是否算是我們 up and coming 一個很大的對手 還是已經開始正在拋離 那還沒去到拋離 因為始終 日本就 即是你要說在地區去得多 如果你在說 譬如我們現在 開了關 那可能六七成是內地下 四五成是香港客 那就是四五成的香港客 會受到日本的影響 那其他就是內地 那我們那60%的客人 都仍然是內地 內地客人 是比較難去日本的始終 那用這個角度看 那香港 如果你看著那個 結業倒閉關注組 大聯盟 那樣 你覺得這件事 會不會那個火頭 那他們會慢慢惹 Blog 惹到你們的名店都開始有亨염 我覺得一个面兒一定會受影響 就是說某些地方一定會受影響 但是你問 monitor falls down that 我想 要很長期會有這個狀況 才能夠加入悅 peaceful 因為始終 我們現在來香港的客人 不需要吃些很貴的bee 就是可以吃有些很容易找到的事情 我们的内地客人还没有专供某一类型的食品 他也是想吃茶餐厅 或者吃奶油多 吃雪糕 通常都是这些为主 但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这个客人的客人再变的话才会有大问题 否则的话暂时跳护城河也强 即是luxury brand 暂时是luxury brand的护城河是可以的 对我来说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从来都觉得包包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不到为什么有护城河 但是听你这样说 也知道我太太听闻luxury brand是有护城河的 是有的 luxury brand是如何烂船我这么多年 无论我经历雷曼 经历沙士 我是沙士雷曼再加COVID 都叫做烂船有三斤钉 COVID说惨惨惨惨惨惨 都撑住了 雷曼当时都是惨惨 但都撑住了 你们是我们香港消费的中坚 我经常都说 你们的percentage 未必很多 虽然比例上是很多 但是整体销售额不算很多 但是问题是你们一死就等于香港倒下了 因为你们luxury brand死 米芝莲死就等于我们香港的中高端人士没落 那就很可惜了 我们的贫富源泉差距很大 我们是靠你们反映着香港的情况 我们可以跟香港政府说一声 暂时还是由智及兴的 OK 没事 暂时也是 由智及兴是没问题的 未到穷光弹 你不要再弄两个东西出来 他够了 不要再弄得住了 求求他 今天谢谢Middy和我们分享 明天先回来 先回来正经继续 先要说一件很重要的消息 差点忘记了 就是港美教育交流协会 我们出英文班 我们是帮香港的小朋友 如果他们有兴趣去晋升自己的英文 太厉害那些我们不教的 我们就教中层 又或者中多小小的初中和高小学生 希望他们在毕业之后 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不同纳烛和生活的机会 如果各位家长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上去我们的视频里 看看我们这个跨国的英语课程 课程就是港美教育交流中心做 在美国拿回来 今期我们做的老师就是来自英国、美国、香港和台湾 包括一些前英文科的科主任 有些币家、专业人士、大学、港师都来帮忙 价钱是相宜的 八堂三百美金全费 但是如果你是受资助的 例如我在香港里 拿着半额资助的学生 又或者有教师推荐等等 就是有不知便宜价的 我不忘记了 我自己也忘记了价钱 看看 资助学生是一百九十四美金八堂 然后如果你是再有特殊需要的话 就应该是全费免费的 大家有兴趣就在下面看到 谢谢Mindy 顶了我说完广告才可以 谢谢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 眼见记者的流失 编制的减少 资深记者的离职 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资深记者 分析完单新闻 播出的时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这里 我愿请大家支持我们 坚尼地球的制作团队 简单透过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向和资讯 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YouTube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